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张表是精心制作的 各位如果能够把它弄清楚了解的话 那么对于戏曲 它的艺术 以及过程戏曲文学艺术的元素 和它如何组成的 建过的那些情况 可以说都非常的了如指掌 因此我们都拿出这个表格来 我比较详细的给各位介绍一下 我希望你们回去以后 也学着我自己用手画一遍 那么你胸中就会有一个轮廓 这样的轮廓呢 它就不会容易散乱 不会容易散乱 我们读书啊 有时候就要用很笨的功夫 各位上我课到现在呢 我一再强调这一点 余平说读我们中国书 有一件很麻烦的事 那是什么啊 古代的官主 你对于这个古人说他做什么官 这是在做什么 你不知道 他有个官名 可是你不知道他干什么 你对他的生平啊 种种种是不是就觉得一种生疏隔膜啊 所以当年呢 我曾经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呢 把他呢 历朝历代的宰相怎么演进 历朝历代的地方官怎么演进 六部 这立府里边行宫里边的那些 阶级里边的名称 大概等于我们现在的什么 我自己发表 自己建构 所以现在呢 只要说 什么叫做己事宗 这己事宗没有人搞清楚 我就会说 就是以前我们部会里边 人二 你们知道人二吗 也不知道 人事处的那个 人事处的里边的 专门管理的这个什么行为 官员的自己的行为的 最谁 那你知道 那都己事宗呢 加一个都 大的意思 中国就是走都意思 御史 然后一个都 就是大的意思 那都己事宗就是他的那个主任 外面的 类似这样 上书就是现在的部长 士郎就是现在副部长 郎中就是现在的什么 师长 子室就是现在的科长 员外郎就是专门委员 类似这些啊 你把它 把它花一点时间 就会不一样 那每一个这个这个这个府府县里边也有我们现在所谓的怎么样公务局长啊教育局长啊会不会有啊 一样的嘛 府军是一样的只是名声不一样而已 那像府学教授 府学教授 那就是等于啊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学校长 类似这些啊 这个 建国起来就不会散乱 同样的这个表 你看我是怎么画的啊 我们叫戏曲 戏曲里边有戏 有曲 那么戏曲 你看戏 曲当然是偏向什么 音乐的 那么戏曲里边 有这个 有这个他的艺术 整体的艺术 就是唱 作 念 打 对不对啊 属于戏的部分 是打 你看我旁边这个打 他 注解就是怎么样 杂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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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特异功能啊 像我们这位 在座的 在座的 张文美啊 他呢 是 你们不要小看他这样 他杂技是 低流的 是留学美国回来的 是留学美国回来的 也有特殊的这个 才艺的 那这个座 就我们的所谓身段 身段式上 就是一种肢体的语言 肢体就是手脚 包括眼睛 头部 能动的地方 他做出来的 那个舞蹈性的动作 就叫做 这是肢体的语言 那么念呢 是冰白 可是中国戏曲啊 他的冰白 是带有丰富的 音乐性 他说话是不是像一般说话一样啊 不一样 他带有丰富的音乐性 所以念呢 你看我说 叙述代言 他用来叙述代言 再说情节 这就偏于细了 如果呢 他带有这个丰富的音乐性 所以无声不歌 戏曲的语言 只要有声音 都含有歌唱的味道 这叫无声不歌 这时候的冰白就偏于曲了 所以念 他是初级的戏 初级的歌唱 所以他能够兼有 你看最复杂的是什么啊 那个唱 那个唱 唱 唱 主题在曲的 主题在唱 但是曲呢 也含有音乐性的念白 因为念白里边有些出来会怎么样 会吟诗 对不对啊 会鼠唱 这些都音乐性很丰富的 各位再来看 这个唱 就含有两个严肃过程的 这一点啊 常常有些人就忽略了 那个唱里边是含有歌和乐 歌就是我们的怎么样 发声器官发出来的 所以这个歌 事实上就是含有唱词为主 那么这个唱词里边 本身它就是用什么过程的啊 语言过程的 所以唱词里边 每一个字就有每一个字的音 每一个字的音又含有什么啊 哪几个部分啊 生母 戒音 原因 韵为 声调 这样五个部分 每一个字 含有生母 戒音 原因 韵为 声调 五个部分 那么每一个字 它有它的字形 这个字形就含有它的意义 因为一个字 所以我们叫做单词 单一个字构成的词 可是啊 我们的语言 同音字太多了 梅过来 是叫谁啊 叫文梅 就知道是你了 这个女孩好利 什么利啊 不清楚 所以女孩好美丽哦 副词 就清楚 所以我们的这个单词之外呢 副词就很多 副词就很多 那么副词只是一个词的意义 它的思想情感固然有不丰富 所以要累词成句 对不对啊 累词成一个完整的篇章 这样意义才丰富 那么累词成篇 它的字音负词就越多 一多的话 它字音过程的音乐性 变化性就大还小啊 就大 所以呢 就会产生一个 有完整意义的语言 这完整意义的语言呢 就会有语言的旋律出来 语言的旋律它的音乐性就很大 这种方音以方言为载体 所过程的语言旋律 就是我们所说的腔调 每个地方就有不同的腔调 所以腔调最大的分野在哪里啊 是时间还是空间呢 空间为主 可是时间呢 也有古今之别的变化 这个腔调就是方音方言的关系 那么那个唱词里边 既然 词已经有完整最小单位的意义 那么它就会有词琴 这个词里边 也有最基本的语言旋律啦 叫生情 最基本的 那这个词琴里边的内涵 就是我们所说的 意义情境思想情感 就是磁琴 声情呢 就是语言的旋律 这个语言的音乐旋律 表现出来是喜怒哀乐的那一种 声音里边含长的喜怒哀乐 这中间就是相得益章 什么叫相得益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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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情生情要互相生发 可以不可以互相违背啊 不可以 所以慈情生情要讲求的 是相得益章 我来扶走你 你来扶走我 我为你来发挥 你为我来衬托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也就是说我们中国的 中国的英文学的美学基础 就是在这个慈情生情的相得益章 所以如果诗不讲求诗力 词曲不讲求词曲力 那他的生情和慈情就会怎么样 就会互相冲突 互相冲突 那么语言的美感性 这个生情的美感性就没有了 这样把它变成音乐来歌唱 唱出来就怎么样 耳朵就受不了了 所以呢 他必须要生情慈情 这个就是把它简单起来 古人叫慈力 慈就是慈情 慈就是指声音的规律的生情 所以英文学一定要讲究 丰富的丰富的文学的思想情感的那样 同时也要讲究 同时也要讲究 语言音乐性的美感 这就是在唱词这部分 声情慈情之间 我们用了这样很简单 我们用了这样很简单就完全把它表现出来 好 那么这些呢 都是它的本体 它的内涵 它外在一定要来承载它 就好像我们说过的一把刀 一把刀 你讲究的刀的那个锋刃度 可是如果刀没有刀的体 比如是铜 铁 钢 这种刀体的话 这个刃它的锋利有没有办法依存呢 就没有 如果我们英文学的语言里边的生情慈情 没有文学的一种形式来做依附的话 那么也无法表现出来 所以各位 它的在体 在体就唱词腔调所共同依存 像这个唱词的语言 如果它依存在浩子 歌谣小调 请问这样的文学形式做载体 浩子歌谣小调 它的这个音律性规范性 是强还是弱啊 是弱的 它只是自然的语言 多 而没有人工的什么 人工的制约性 也就是说浩子 你们知道什么叫浩子吗? 浩子比如说 在长江 如果各位去长江三峡 长江三峡的那个山地里边 都有一种小路 小路旁边 有那个 古代欠夫 欠夫会不会是谁欠 有一个牵 一个牵 牵牛的牵 那个叫欠夫 这个欠夫就是什么? 古代没有机械的动力 所以 要把长江的后路 由下游 运到上游 都用人的力量 拉上来 那两边拉 这一边 把那个 比如说船 出发 绑着船 那一边也一样 那要由一个欠夫 佗佗 他唱歌 比如说 嘿嘿嘿 这样开始 起个音 大家一起用力 啊嘿嘿 類似这样 唱歌 有一种 发号施令 使得这个什么呢? 力气大家一起出 把那个船 拉 像这一种叫欠哥 这就是浩子 浩子都是在劳动工作的时候 还有 像这个 憨哥 在做工程的时候 那个憨 一个大 底下一个力 会写吧 憨哥 那大家一起 用力 比如说板竹 竹泥墙 一起把那个 那个图要压死 那由一个人 起音 大家一起 插 那个声音 可以解除疲疗 那个声音 可以使得大家 力气 一起出 像这种叫浩子 浩子是最基本的歌谣 歌谣 那歌谣当然各位知道 各地的 民歌 歌谣呢 基本上是四个句子 每一句都压印 小调 小调就长短句 变化 变化比较多 但是呢 它不讲求评测 也是 很基础的一种文学形式 像这样的 在题 产生的 生情 它语言的 那个音乐性 请问各位 它是精致的 歌曲 还是离属的 民间歌曲啊 当然是 离属的民间歌曲 艺术性不高 可是呢 下边的诗诗 诗是七个字 为一句 诗是明代成化以后 才有的十字句 就七个字增加三个字 明代成化以后才有的 它还是整齐的言语 但是比起 浩子歌谣小调 它起码 有讲究 殷杰的形式 比如说一个句子 七个字上四下三 每一句后边 单数句压自声音 双数句压 平声音 像这样的规定 十个字的呢 照例 基本是三三四 这样的语言旋律 它所讲究的虽然简单 但比歌谣小调要怎么样 又要提升多了 请问我们的经句是哪一种啊 我们的经句用的就是 诗战戏 七个字 十个字 你们留意看看 你们留意看看 我们的歌子戏用的是什么 歌谣小调 所以歌谣小调 歌谣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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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固定的形式 一个取牌的过程 我把它分析 条件越多的 越精细 越精细的 对这个语言的制约性 就越高 越高 音乐的精细性 艺术性就越高 所以取牌题 就是我们中国音乐啊 这种在题上最高级的一层 因为过程它 有八个条件 这八个条件呢 都具备了 那是很精致的 语言旋律 那八个条件呢 写下来 第一 字数力 这个取牌有几个 应当有的正确的字 叫政治力 政治 还有称字 政治 所以政治力 是它的骨干 第二呢 政治力 它有几个句子 第三 长短率 它长长短短 它长长短短 但长长短短不是没有秩序的 你三五六七 你就不可以三六三七 它的那个长短率 第一句该几个字 第二句 九七个字 第三句都固定的 这叫长短率 这就是三个条件 这就是三个条件 然后呢 是凭这里 哪一个 字要用平生 要用浙生 要用浙生 都固定的 用平生的 不可以用浙生 用浙生的 不可以用平生 但是可以平浙不居的 可以 也有那样的 也有那样的 宽松的 所以有平浙力 平浙力的进一步 就声调力 那哪一个字用平生 哪一个字用上生 哪一个字用去生 哪个字用入生 或者哪两个字用平入 或者用平赏 或者赏气 或者入赏 或者气赏 类似这样的声调固定 都叫做声调力 你们会背的一首诗啊 唐代王国王伟所写的 所以现在你把它写出来 未曾朝雨亦清晨 刻色清醒有色心 劝君更建议一杯酒 西出阳光无故人 西出阳光无故人 这首诗 他世上已经不是一首绝句了 它是一个曲子 你看你们读诗选 像这个叫平起的这个绝句 平平浙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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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 但是因为未改成浙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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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要和第二句一样接近 第三句应当是 这这平平平这这 可是你看 他用的是平平这这这平这 就叫十年 第二和第三句 应当平这大体相同 而不可以相反 他现在用的是相反 你看那个色是去身 这身 金呢 平身相反 轻轻更近 轻平身近这身 然后柳色的色 应当是柳色的色是质身 一杯的杯按你也要质身 但他用一杯平身 像这叫失联 失掉这个什么呢 连接玄接 他故意的 因为他不是结局 所以这一首呢 已经不是结局 然后最后一句 最后一句应当和第一句 凭着是相同的 他现在相反了 所以这个凭着力 是和一般结局不一样的 这是第一 第二 你看看 所有呈阳观取的 他的那个什么呢 柳色心 柳是赏身 色是入身 他赏入 柳色赏入 任何人写到这个地方 都要用赏入 劝经更进 一杯酒 一定要入身 杯要平身 酒一定要赏身 吸出 吸是平身 处是入身 所以这两个字 一定要用平入 无故人的 无故两个字 要用平身 去身 你看一个 曲子里边 柳色 一杯酒 吸出 无故 这四个地方的声调 的凭着力 都要固定的 这就叫声调力 那达到声调力的 请问 这个语言的制约性 是高还是低 就很高 所以他的歌唱艺术就高 所以这是一个曲调 不是诗 这就是我们说 他的载体是属于曲牌 这最古老的曲牌之一 然后呢 把这个曲牌 再连缀起来 成为一套的 那这个 所谓套曲 更加复杂 那哪一种戏曲 就是用这个来演出的啊 文美 哪一种戏曲 昆距 对不对 所谓昆距能编的人多不多 就是因为 他规矩太远 像这个呢 就所谓载体 载体的观念 以前也没有人 把它提出来 我现在把它提出来 以后就清楚了 也就是说 你那个唱词 如果没有再提 文学的形式 这个唱词呢 连基本形式都没有 就没有依存的地方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你一把刀 你要它的锋利的地方 可是没有载体 没有铜啊 铁啊 钢啊 这样的话 那个锋利要存在哪里啊 一个人 如果你的形体消亡了 你的思想 你的精神 你的这个什么 喜怒哀乐 跑去哪里啊 所以我们人这个躯体 就是 我们所谓的灵魂 精神 思想 各方面的载体啊 所以古人呢 再说到底有没有鬼神啊 无声论者 就说 人之精神 于他的身体 就好像刀刃 和他的刀体一样 从没有听过 没有刀体 而有刀刃存在的 从没有听过说 一个人的形体消亡了 还会有鬼魂 英魂存在的 所以这个就是 无神论者 可是 你们有没有在 家乡里边看过 有些那个鸡同神棍 他并不是在演戏 他忽然间就发作了 明明冲突 没有另外一个 可以操控他的力量 他无法演出那么正常啊 尤其有些女性的鸡同 所以人世间还许多 无解的东西 所以顺其自然 就是我想到一种应付人生 最无奈最简单的方法 顺其自然 你说有 如果有的话 那么被害死的人 为什么不为自己来报仇呢 那没有的话 又好像言之左左 其实就和这个一样 所谓在提 和它内涵的这个关系 所以各位 唱词腔调 就是这个文学形式的在提里边的 这个实质的内涵 这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提的形式不一样 那么他唱词里边的声情 词情都会跟着变化 都会跟着变化 另外在音乐方面 有音符 这个音符又是作曲家 他来诠释这个在提 用他的音符 来呈现这个在提的方式 所以这个音符 主导者就变成水了 作曲家了 那么伴奏 就企业家 他用他的乐器 又去诠释音符 他们彼此之间 那么像这样子 这个整体的歌唱里边 所含的歌就有这三部分 乐就有这两部分 整个把它融会起来的 就是剧作家的剧作 这个剧作家 他编写的剧本里边 就会有他的词律的问题 用来歌唱 就是有他当地的语言的问题 剧作家所选择的在提是什么 那就就有他文学形式的问题 好 可是就这个 把这种唱呈现出来的呢 各位再往下看 歌者唱腔呈现歌业 歌唱者他用他的唱腔 唱腔含着什么呢 每个人的声音 有没有音色啊 每个人咬字吐音 有没有不同的能力啊 就口法 他把一个字音要准确的出来 好 在歌唱的发声 使这个声音的连续 连续里边会有 高低 长短 强弱 顿挫 各种行腔的技巧 这些综合起来 他又要照顾音乐家 所诠释的音符 也要照顾到伴奏家 契乐伴奏者 给他的衬托 然后由他的声音 把他呈现出来 这就是歌者的唱腔 所以这个歌乐最后的呈现 就是那个歌唱者的唱腔 那如果戏曲就是那个演员的怎么样 他所演出来的戏曲 好 这个表格的大意是这样 请问你们有没有哪里有意义 有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我希望你们回去确实把他自己琢磨琢磨画一画 他的这个关系 我相信这个是我体会出来的 戏曲的艺术 唱作练打 尤其唱的部分是歌业过程的关系图 尤其在歌的这一部分 是唱词腔强调再提 这是他的核心所在 那么像再提 如果用的是耗子 歌谣小调 他呈现出来的戏曲艺术 是粗俗的还是精致的 粗俗的 所以我们说它是小试 如果呢 你用诗战 用曲牌题 那么他呈现出来 就是比较精致的大试 所以经句是用诗战试 昆记就用什么样 曲牌题 我们现在进入一个 比较这个 有一个新的论题 那么这个新的论题呢 就是 近代 近现代 近代 当然就是从 清代算起 因为在明代以前 我们的运文学 我们的这个戏曲 所重视的都是往精致化在前进 所以歌力越来越怎么样 越来越紧颜 语言呢 就唱词 越来越优雅 文字化的程度 相当与 相当严重 那为什么缘故呢 因为明代 这些读书人 喜欢结社 结社 结社成为一个文学的团体 结社本身并不是不好 可以互相切磋 可以互相切磋 以文会友 可是成为中国人成为团体以后 就会变成什么 党同伐一 所以呢 这个 引起的 到了政治上 各位知道 像 万历以后的东宁党 和这个后来的富社 以及呢 在所谓 烟党 为忠贤 这些互相的 由 人格之争 到中坚之盼 到水火不容 国家的元气 因此伤存很大 那么就戏曲来说呢 在那样的时代里边 掌控在文人的戏曲 就走向了 极精致 极高雅的现象 都在九元戈时 自己养的家月 家庭西班 你们有一句成语叫 链带 沾 沾 沾 会不会写啊 链带 就连类的那个类啊 链带 沾 哪个沾呢 哎 文艺不生沾 那个直字头 我银 就是冒银 那个角尸旁 因为啊 古代呢 尤其在明代 读书人一辈子 就是求的考科举 考上科举 那真是摇身一变 不一样 你们现在 考上大学 即使博士毕业 也博士满接种 那时候整个中国 考上近试的 少了一百多个人 多的话两三百个人 而且三年怎么样 才一次 所以这种呢 幸运的一考就考取了 不幸的什么呀 考到老 还是个老童生 因为他功名的那个进阶 没往上爬 他都是童生 所以七十岁还是老童生 是这个缘故 可是你如果考取做官 薪水呢 足以养家以外 相当丰厚 可是好像没有一个不贪污的 所以啊 脊带下来啊 都成为大主 在每一个 某一个地方 就是成为一个 所谓 裂带 占英 之家 那样的大主 生活条件 那么这个 入常的娱乐 家里都养得起 基本上十二个人 一个家庭细班 基本上十二个人 十来个人 而这些 这个家庭细班 他们呢 他们呢 往往是 很穷苦的人 被买进来的 在以前都是女月 买了女孩子 宣德以后 进歌季 开始有轮童装担 轮童就是漂亮的小男生 他们装扮成女生演戏 都是十来岁 到十四五六 到十六岁那就老了 十六岁就老了 这样的一种情形 所以明代以后呢 整个中国社会啊 产生一个很恶劣的影响 一直到清代 明代为圣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同性业 你们看金品美 或者到清代 看品花宝剑 包括红楼梅边 贾宝义也喜欢来一下 这一些 那这个 家庭细班 女生长大了 没关系漂亮的 主人就留下来做什么 做机械 做机械 否则就沦落到外边去 做这个另外加班的老师 男童就做奴仆 那有些被变态的 也当玩物 这一些现象 由于他们是在一个家族里边做家业 家业演出一定什么 服务这个主人 主人的朋友 主人要献要他自己 那看的观众是小众还大众 小众 这些小众 所讲究的又是什么 真正的戏曲艺术和戏曲拍场吗 不是 他们就成 唱得好不好 哪一个字唱得好不好 哪个剧本里边 哪一个句子 哪一个字 是不是过好 就专用脚尖在品牌这些 所以使得戏曲走入小胡同 你看整个民情的传奇 那个思想内容几乎没有长进 几乎没有长进 百分之八九十 都在男男女女的这个圣诞式 我真的越看越看不下去 你要求得一种 你演一个爱情戏 这个爱情戏里边 有没有动人的这个爱情在里边呢 还是别翻一和一翻 就考上壮年就完了 几乎都是这样 所以啊 这个昆渠啊 就慢慢的 走入了最高雅的音乐和文学 最高雅的音乐和文学 物极必反 你们想一想 民间来不来这一套啊 民间老百姓啊 你们耗着我们还是热闹滚滚的 声音在想高兴就 就来一个高枪啊 或者是什么 大楼大鼓啊 这样的一种 所以在民间呢 就汹涌起一种 民间自己的文化特色的 语言啊 音乐啊 一个新的生命 这些新的生命 就在民间的各地方 就在民间的各地方 产生了他们的 腔调 那么有些腔调呢 他就壮大起来 成为呢 首相披民的腔系 声枪啊 然后呢 就会和主流的 已经流行了 几百年了 的鲲腔啊 来产生冲突 互相 这个竞争 所以啊 戏曲史啊 就把这个 民族 尤其清初以后 把民间的 就说是花布 花 在这里 有离俗的意思 花在这里 有五花八门的意思 表示他品类怎么样 多还是少啊 多 亚布 就是被文人 一直在维富的 捆墙 捆曲 捆句 请问 坤腔 坤曲 有没有分别啊 是有分别的 而现在人 常常分不清 坤腔 就坤山这个地方的 语言旋律 他原生的一定是坤山这里的 方音与方言为载体产生的 当地的语言旋律 其实是坤山土腔 坤山 坤山的土腔 坤曲 就是有文学做载体的 文学形式做载体的 那个就叫 坤曲 一般说来就是有曲牌了 以曲牌为主 坤剧 就在舞台上 可以演出了 所以坤曲只是唱 坤剧就是什么 在演 坤山土腔是当地人 唱出来歌要小调 当地人说出来的话 的那个特色 坤山人说话的 那个音调特色 就叫坤山土腔 这现在大家都没有把它搞清楚 那么 要谈这个之前 我们就先要梳理一下 花布里边 林林种种 各地方都有 包括我们闽南地区 就有什么样 下南枪 我们泉州就有什么样 泉州枪 葡田呢 就是有 普仙枪 就各地都有 它的枪调 那么枪调 反正迷人画的画 就像 有些人体气强 不强啊 很强 他到处可以征服人 使人家依附在他身上 有些呢 体弱多病 一走出家门口 马上被人家消灭掉 有一些呢 防卫力很好 势均力敌 我把所有腔调 做过分析 不外乎这三种现象 那就是腔调呢 在各地方 各地方如雨后春笋 产生以后 就会向外流泊 为什么向外流泊 因为随着移民 因为随着移民出去 他就流泊出去 因为 他呢 受大家欢迎 所以也会传到 别的地方去 我们以什么呢 来回顾我们讲过的 明代啊 南区细文里边的腔调 南区细文原生于哪里啊 温州 所以南区细文的原始的腔调 当然就是温州腔 温州腔 随着这个温州系 南区细文这样的体质具种 传到外边去 然后传到温州 他被温州的土腔吃掉了 温州人就用他们的温州土腔 带有什么呢 带有温州腔的这个原宿在里边的 杭州腔来演 南区细文 他就叫杭州腔 到海原浙江海原 又被吃掉了 泉州又被吃掉了 温州腔又被吃掉了 就用海原腔来演 到温州腔 到温州腔一样 到昆山一样 所以温州腔一路流布 一路被人家吃掉 可是当他流传到 江西南峰的时候 南峰人呢 还是照样用温州腔 永家腔 温州就是永家了 照样保持他的原汁原味在割刹 可见南峰的土腔怎么样 利器就不如温州腔 所以他传到了江西南峰 还被称作永家戏文 因为他没有被吃掉 就好像文旦 游台南市的麻豆 传到了台北 大家还认为 麻豆这个文旦 有特色 是别的地方赶不上 所以他还保留了 麻豆文旦的名称 他离开了麻豆 才被叫做麻豆文旦 就好像 永家腔 离开了永家 传到了江西南峰 他被称永家戏曲 因为他势力大 这就是所谓腔调的消长 到了清代 清代又有一些新的腔调出现了 底下我来介绍清代以后 势力发展最强大的一些腔调 在明末 明末呢 这个 在现在的甘肃 的东部 就靠 陕西的 西部交界的地方 有一个龙山 各位知道龙山 有个成语叫什么 德龙 望俗 这个成语 你已经占有了 龙 甘肃了 你还南下要攻打 四川 就叫德龙望俗 就表示一个人呢 他 要扩通私利 贪婪的样子 那么这个地方 的腔调 因为在龙山的东边 所以大家就称呼他为龙东调 龙东的语言产生的腔调 他的音乐 还保留得非常原始 我和各位曾经说过 我们中国的音乐 一样的有打击乐 一样的有打击乐 管乐 弦乐 管弦合奏 这四种这个音乐的组合 请问最原始的是哪一种 打击乐 是最初级的 打击乐以后 才会进入怎么样 是弦乐还是管乐 管乐 因为管乐的声音 接近我们人的 发出来的声音 弦乐距离比较遥远 然后弦乐 然后弦乐 最后才怎么样 管弦乐 基本上腔调最早的音乐 只是打击乐 那么这个地方 有一个特色 就是他的打击乐 他的伴奏音乐 是用一块枣木 把他在演出的时候 敲着这块枣木来伴奏 原始到什么程度 演地方小戏 两个人在那边踏摇 伴奏的人就拿着一个这样 在那边跟着他们在演 可是这种节奏也好 他所唱的那个 我们刚才说的 那个唱腔 就歌唱者唱腔 的前身 歌唱人唱腔是 个性强 对不对 但是地方的腔调 是当地人共有的 所以他是有一种共性 地方语言的共性 地方语言 弦力的共性 反映在腔调 腔调的个性 呈现在歌唱者的唱腔 但唱腔一定要以什么为基础 以腔调为基础 懂得关系没有 这中间的关系要弄清楚 所以民间就称呼这种腔调 叫帮子腔 这帮子腔 因为延伸的地方 是在黄土高原上 黄土高原上 请问各位 地理环境有什么特色 一望无影 地是高 所以长风煞煞 你要沟通 一定要 要拉很高 要拉很长 所以他就一种高抗 高抗 强而有力的唱腔 他的乐器 帮子 转化成为 后来打击乐 请问 是 像室内乐那样的 拿着一根小棒子的 扁骨那样 扁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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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大楼大骨啊 大楼大骨 我曾经去西北一带 就是陕西山西做货 帮子腔的调查 他们研究我看 哇 那个耳朵啊 很糟糕 像这样的帮子腔 它生命力强得很 它就由陕西 变陕西帮子 再往东 山西帮子 河北帮子 河南帮子 山东帮子 你看整个华北怎么样 横扫一空 而且每到一个省份 都分好几个支派 支派 所以帮子腔系统呢 就成全近代腔调 一个非常重要的系统 第二呢 就是 由这个 刚才我们说的 明代五大圣枪啊 最原始的 温州腔 但是他的独立性少 所以被 一般都说四大圣枪 四大圣枪里边 可以分作两个组区 一个是海人枪 和昆山枪 一个是亦阳枪 和鱼瑶枪 这两个不同的 类型的组群 这两个类型的分野在哪里呢 在 一阳枪 一阳枪 是广大 庶民百姓的 是属于 俗的方面 他们是往 低阶层 的左向 俗化 方便发展 海人枪 是 和昆山枪 是往亚的方面 发展 起先 海人枪 受到 读书人喜欢 后来 昆山枪 因为有 怎么样 几个大音乐家 像魏良辅 梁辰宇 等人 所以他就超前了 海人枪 反而衰落 而这个 一阳枪 和鱼瑶枪 后来鱼瑶枪 衰落了 一个亚书里边 代表性的 亚 是昆山枪 书是什么 一阳枪 那一阳枪 书就和帮子枪 那一方系列靠楼 所以他也变得更高 因此呢 乾隆年间以后 这个 这个 这个一阳枪呢 就被改称为高枪 所以高枪枪系 其实就是一阳枪枪系 乾隆以后的 称呼 那这个高枪枪系 一阳枪的这个后裔 在北京里边 又由于王府 诸王的王府里边呢 他们呢 喜欢 就在 北京 精化 精化就是用北京的语言声音 精化 那由于他是贵族 喜欢的 所以就把它叫精枪 所以各位注意 一阳枪 高枪 精枪 事实上是一物之三种不同的语言 这个不弄清楚啊 常常常会有人就 搞得一塌糊涂 所以 帮子枪 高枪 昆山枪是 由于文人的主持 也是 在民间呢 文人维系 流布到民间 民间富永 风雅 但是 他也被俗化了 所以一阳枪 也流布到各具种里边 俗化 他也变成 清代以后的 地方枪调的 一个重要知识 好 我们又要回顾 那个伟大的 帮子枪 帮子枪 刚才我们说 横扫华北 他难道不会往南流吗 当然也会啊 所以他往南流 帮子枪往南流 流到了四川 他呢 在乐器上 和 在北方的 用那个 民间小调做载体的 民间小调做载体 用管乐来吹作的 叫吹枪 他就变吹枪了 往四川的呢 他就用浮琴枪 悬叶来伴作的 叫 琴枪 各位注意这个琴 是浮琴的琴 他也是什么呀 也是这个 帮子枪的变体 变体的缘故 就是 它的载体 载体的关系 浮琴枪用的 就施战体的 而这个吹枪用的 就是 小调体 小调体 因此呢 四川帮子 和陕西帮子 是不一样的 他又往什么 往湖北这里流过 他势力太强大了 像蒙古时代 成吉思汉 和底下他的几个儿子 到处征伐 信现在的匈奴人 毫无问题 就是他的后裔 我到匈奴利一看 他们跳的舞 大概就我们 蒙古北边的 那种舞蹈 差不多 那这个呢 同样的 帮子枪流传到 湖北的襄阳 注意 湖北的襄阳 他 和当地襄阳 结合在一起 就叫 襄阳调 湖北又是 楚国的 主要领域 所以又叫 楚调 一物之意名 那有些人就说 这个襄阳调 是从我们 湖北的西边传过来的 那襄阳一代的人 把那个曲子 叫匹儿 唱一支曲子 唱一段曲子 叫 唱一段匹 唱一支匹儿 所以从西方传来的乐曲 四上指的就是帮子枪 就叫西匹 所以西匹 这两个字 是这样解释才通的 才合乎他的这个 腔调原流的发展 不要胡说八道 因为 讲不通就胡说八道 这是很平常的 那西匹 所以就在现在武汉一带 武汉一带 帮子枪又流过 到江西 江西 在明代就有个仪皇 唐贤族的时代 仪皇所流传的腔调 是从浙江海盐传进来 和这个什么呢 浙江海盐 仪皇当地 这个是唐贤族的时代 融合在一起 汤贤族就称呼它为仪皇枪 所以汤贤族的这个 牡丹庭等戏 不是用昆山水谋调歌唱 是用 这个仪皇枪唱的 那个证据非常的确凿 还有人不相信 包括我的徒弟 一定要 不是带太大的徒弟 带大的徒弟不会这样迷 不凡 他是移皇枪 可是到了清代 这个邦子枪传到仪皇这里 因为他用的载体不一样 现在载体的观念知道了 明代用的是取牌体的载体 清代用的是 digitalattd 是施战施战系的短枪体的载体 用的是施战系之短枪体的载体 也叫怡皇枪 但是这个遗皇枪传到了江浙一带 被写成四种写法 佩馨你再帮我写吧 写遗皇 二皇 遗皇 你跟一那还记得 有遗皇 有二皇 有遗王 有二王 四个 好 各位 这四个名词是建于文献资料的 这四个名字就我常说的声音相接近 叫做声转而变 声音接近 声进产生的错误的变化 在江这一带呢 黄和王 他没有活叉音 活龙这里是叉音 就像江这一带 恩和恩没有分别 你看 遗皇 遗皇 遗 然后我们现在江南包括台湾的 语音 遗是遗 对不对 遗南 遗南 遗 遗二的二是什么呀 遗 遗二的二 遗 遗 遗 是不是容易写错啊 哪一个简单呢 遗二的二简单 民间写的东西 越简单越快啊 所以简体字都是从民间来的 所以这四个呢 其实都一样 结果流行最广的哪一个名词啊 奥皇 奥皇 就被运用了 那有一些学者 不知道这种变化 就会要说 从这个湖北有黄丕黄钢 就说这是湖北的黄丕黄钢 传过来的 那有的又说 他伴奏乐器有两个黄 把这个黄加成草字头的黄 所以有一阵子都写那个草字头的黄 因为哪一个大学者声音大 大家跟着他走 现在要跟曾荣一种 是奥皇 这两个声调 为什么我们要说半天呢 因为他后来结合成为什么 西匹奥皇 所以西匹奥皇是这么来的 西匹奥皇如何结合 如何在千代几百年之间 亚俗如何竞争推移 今天说到这里 因为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 但是你们听我说 我会把你们说清清楚楚 学术就是要调理清楚 好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